哈喽,大家好,我是杨阳,我是一位内风师女孩,现在在笼椅上生活了有快十年的时间了,目前跟我父母现在生活在一起,大家先不要滑走,滑两三分钟看完我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,如果喜欢的话,记得给我留下一个你们的点赞,谢谢你们。 曾经最严重的时候,我一度卧床,两三年都不能起来,经过慢慢的治疗,家人都没有放弃,慢慢的我现在可以坐在笼椅上面锻炼,我经过了一段很长很长时间的迷茫期和低哭期,经过这么多事以后,慢慢的明白,成年人的世界是不经历的委屈呢,成年人的崩溃,要么是巨大痛苦的暴击, 要么就是微小绝望的堆砌,生老病死,无话可说,鸡毛蒜皮,无从说起,其实慢慢的都要靠自己一步一步的挺过来。